今日分享,不好意思拿错了,今日分享,超能勇士BW-2,圣像 圣像是这三位中牺牲最大的一款,因为它是合体形态的整个躯干,还得同时兼顾人形和兽形 不过这个野兽形态做的真的是特别棒,除了后腿有合体形态首部暴露,其他地方真的是无懈可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变形过程特别简单,毕竟这个圣像后面是要变成万寿王的整个躯干的 背包挂的全是大象的皮肤,只能说是为了合体形态,牺牲太大,身材比例严重不协调 不过这个人性正面挺腿梧的,这个巨大的象牙很有冲击力 好了万寿王的三位成员都介绍完了,下期就是接受合体形态了 请不吝点赞,下期就是接受合体形态的